上次说到施爱珍有着一个很特别的性格 她从小就是一个要强的人 小的时候她就不想跟别的女孩子一样裹小脚 所以她妈妈只让她穿肩口袜子 她坚决拒绝 有一次她母亲看到她表姐脚上的鞋子 问是谁做的 表姐说是她自己做的 母亲就看了施爱珍一眼 但是没有说话 施爱珍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生不想的自己买了料子 关起门来做鞋 她从来没有拿过针线 但是她也从来不向人求教 几天以后一双新鞋穿在了脚上 叫人看着都很惊喜 她从小就是这样 每逢做一件事情 做成之前先不到处去说 她在家里也是个大方人 因为她父亲很喜欢她 曾经把钱庄的折子交给她 让她做衣服 打首饰 可以随意 年仅十四五岁的施爱珍 从来不会独吞 有什么东西要分给姐妹甚至母亲 所以她在家里很有点威望 家里人都听她的话 哪怕是她的哥哥嫂子 也敬重这个年纪小小的姑娘 有事要跟她商量 她这个性格一直保持着 成了无态以后 有不少徒弟追随 徒弟赚了钱要孝敬她 她总是拒绝的 说到这里 她是不是有点像 《红楼梦》梦里的薛宝钗 但是薛宝钗和她比 又少了几分帅真和调皮 有个会文弄墨的丈夫 直接的好处 是能够写出老婆的闪光点来 那些个乱七八糟的是不会写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公开的文字记载 舍爱真还是一个可人 当然 档案记载也许大相径庭 渝明三本来也和他人一样 有着重男轻女的思想 但是这个女儿却让渝明三有点惊讶 她从小就如同假小子一般打架斗殴 经常被邻居告到舍明三那里 舍明三自己觉得 自己的这个女儿未来必定不同凡响 于是等舍爱真稍稍长大 父亲就把她送到了上海 启秀女中去读书 希望她能够成才 顶不及也嫁一个好人家 但是舍爱真却天生不想当读书人 她进了学校的她倒如同鸟儿飞进了森林一样 因为舍爱真秀美的长相和豪爽的性格 引的一大群男孩子天天对她献殷勤 都希望可以追到舍爱真 当然她上的是女校 学校里没有男生 来追她的大都是社会上的混混 开始舍爱真怒怼这些小混混 父亲为了拴住她的心 还给她介绍了一个东吴大学的大学生 此人是舍老板的故人之子 寒暑假也到舍家来住 但是舍爱真根本不理睬她 她从心里看不上文化人 反而对上海滩的不像人 就是白像人 就是小混混吧 不反感 慢慢的 她反而离不开这种千呼万拥的氛围 既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又要能跟这些人看电影 逛舞厅 这是曾经在家中 她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追求者中 步伐有一群小混混 很快 舍爱真就和校外的一帮混混 结识在了一起 其他女生对混混们 围困必知不及 舍爱真这个小姑娘却相反 她喜欢和这些人混在一起 追求者中 有一个姓吴的富家公子 在她的死缠烂打中 奢侈不深的舍爱真 败下阵来 也开始对她有了好感 在甜言蜜语中 舍爱真在一次被灌坠后 失去了自己的处子之身 从那以后 舍爱真就更加放肆地 玩耍胡闹和吴姓公子 经常缠绵在一起 舍爱真不久 发现自己怀孕了 很多描述说 舍爱真怀孕是14岁 这方面我愿意相信 胡兰城说的是18、9岁 胡兰城是另外一个说法 说吴家听说 舍家要送女儿出国 吴姆找上门来说 如果舍爱真出国了 他家少爷就要自杀 于是舍爱真就嫁到了吴家 不过吴家的条件 是在外面买房子另过 而且不久 吴家就为儿子 娶了一房正妻 舍爱真也无所谓 本来他就是一个放得开的人 有儿子又好了 而且他的儿子也非常可爱 但是婚后的生活 并不像舍爱真想的那样 丈夫仍然是一个花花公子 尽管舍爱真想当一个好老婆 事实上他也做到了 但是丈夫还是不收心 这样一段婚姻 实际上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为了孩子 舍爱真可以忍 但是雪上加霜的是 孩子刚刚九岁 一场心红热就去世了 舍爱真悲痛万分 心晦意冷 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离开这个伤心地 于是他和丈夫提出了离婚 自己一个人离开了吴家 19岁嫁到了吴家 在吴家待了12年之后 舍爱真恢复了自由身 这时他刚刚30出头 正是女人魅力十足的年龄 有了很多的生活积淀 舍爱真像加满了油的船 就要远航了 他要去哪里呢 离了婚的舍爱真不愿意回到家中 他要重返自由 于是在上海到处给人打工养活自己 他的打工肯定不是卖苦力了 最后今辗转 转到了一场 一家赌场 他依靠自己的私设和社会交际手段 很快的就成为了赌场的红人 成为了钢姐 就是这个水钢的钢 所谓钢姐就是摇钢女郎 上海滩的赌场 有女人摇钢 也就是摇宝 而且大都是老板娘亲自操刀 为的只是招来人气 一般能做钢姐的女人 大都有一定姿色 而且性格泼辣 有时还要能够和赌客们打情骂俏 甚至让他们吃吃豆腐 这也是聚集人气的必要手段 当然按照他的交际手段 认识了很多当时黑帮有名的人物 这也是不难的事 后来被花卉王子金宝师娘 看中任其做了干女儿 从此施爱珍算是正式的成为青帮的一份子 在青帮里也有了自己的位子 金宝师娘是当时上海滩非常有名的人 他的丈夫是青帮头目 季云青 而季云青和当年上海的大流亡头子 黄金融基本是齐名的 施爱珍就是金宝师娘的干女儿 也就成了季云青的干女儿 这下就和吴四宝有了交集 那个时候季云青有一个司机 同时又兼保镖 就是吴四宝 吴四宝也叫吴士宝 在上海滩也是一个人物 吴四宝是江苏南通人 从小没有受过教育 他的父亲在上海成都路 烧老虎灶卖开水 他自己做过车夫 汽车司机等职业 妥妥的是底层的混混 不过吴四宝也有个性 父亲死了 他什么也不要 就想着自己混世界 到了16岁 他就在上海滩有了一点名气 领了租借的护照 可以佩戴手枪 提起马丽丝小四宝 几乎无人不小 吴四宝也胆大著称 但是胆大容易惹祸 吴四宝结婚以后 照样混社会 没想到老婆出事了 他在外面认识了一个男人 很快就成了那个男人的情人 没想到一个不小心 被吴四宝撞破了奸井 他哪里受得了这个 当场便打死了这个 给自己戴绿帽子的男人 犯下人命以后 吴四宝先是带着女儿 到山东参加军阀 张宗昌的部队 后来又加入国民革命军 白冲洗的部队参加北伐 918事变发生后 吴四宝带着女儿来到了上海 投奔当时的青帮流氓头子 纪云青 成为他旗下的流氓之一 走到哪儿都带着女儿 说明人性尚存 这也是吴四宝能够笼络 手下的品质 纪云青十分看重吴四宝 由于吴四宝在纪云青门下 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徒弟 逢到用枪的时候 都是由吴四宝来下手 吴四宝有一个南通的铜箱 是开汽车修理行的 而且有车床设备 车床的用途大得很 什么零件都可以车出来 吴四宝对车床兴趣很浓厚 每次要修枪 纪云青就交给吴四宝去办 吴四宝便转给他的铜箱去修整 每次修好以后 交还给吴四宝到郊外试枪 因此吴四宝的枪法逐年进步 枪由他试过 万无一失 纪云青是混社会的 得罪过不少人 因此出出入入的 也怕冤家寻仇 他不单独用保镖 就由司机吴四宝兼任保镖 遇到有事 吴四宝开枪还击 百发百中 有神枪手之称 那个时候的上海滩 黑帮和流氓 欧斗是常有的事情 有一次 红帮的一批打手 偷偷地潜入了季家 打算暗杀纪云青 结果被吴四宝发掘 双方交火 吴四宝也凭借着 自己出众的枪法 指挥保镖 成功地消灭了所有的刺客 由于救驾有功 纪云青为了感谢 吴四宝的救命之恩 便将自己的干女儿 施爱珍 取配给她为妻 两个人的婚姻 这就开始了 两个人都喜欢这个婚姻 吴四宝喜欢施爱珍的漂亮能干 施爱珍喜欢吴四宝的讲义气 不装强做事 真的很巧 施爱珍的第二任丈夫 还是姓吴 两个人结婚以后 纪云青就顺势把这对夫妻 引荐给了自己的爱徒 李世群 那个时候的李世群 投告了汪金卫 成为汪伟政权的特务组织的头目 1939年 没多久 吴四宝就成为了76号的主要头目之一 并被外界所传为76号第一杀手 吴四宝 这样成为了有身份的人 后来就住进了余原路 上面说的他买了两栋房子 送给他的恩人李世群一栋 两家成了邻居 吴太和李太在余原路上一步之遥 低头不见 抬头见 施爱珍成了吴太 成了余原路无宅的女主人 余原路的吴太是一个手段高强的人 他首先要拿住吴四宝 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但是社会经验丰富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有些话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 他一清二楚 而且他也会做人 他拿住吴四宝 第一是靠撒泼 这是他本来就擅长的 吴四宝是社会上的人 自然也寻话问流 两个人结婚后第三年 吴四宝就看中了一个舞女 名叫马三元 但终究只包不住火 很快施爱珍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带着一大帮人 闯进了马三元的屋子里 对马三元一边骂一边打 场面一度混乱劲爆 施爱珍竟然把一件寻常出轨事件 闹大成了刑事案件 从此 吴四宝对施爱珍彻底服了 据说还有吴四宝下跪 请求施爱珍原谅的戏码 但是我觉得不太可信 存疑 以后吴宅里头大事小行 都得经过施爱珍同意 吴四宝对徒弟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从师娘说去 当然这里有没有施爱珍的干爹 纪云青的因素 不得而知 施爱珍曾经特地给他最后一任丈夫 胡兰成 讲他自己当年和吴四宝的故事 他说那年吴四宝看上了当红武女马三元 怕我知道还把他藏了起来 竟敢在我眼鼻子底下做这种事情 我直接找了一群人 把那女人的脸抓花 吴四宝也被我揪回来 跟我认错 这个故事很有恐吓性 胡兰成听完了一身冷汗 到底是卤水点豆腐 一武降一武 从此 渣男胡兰成再也不敢胡来了 第二 是靠聪明 光撒泼不行 黑道上谁不会撒泼 还要看智慧 吴四宝有过命案 就是杀了发妻的情人 结果躲出去六年 六年后 他觉得风声已过 就回到了大上海 本来也没什么 但是吴四宝结婚的消息 传到了租界的巡捕房 巡捕房的人觉得可以捞一把 就找上门来敲足杠 他们说通了苦主 愿意作证 把吴四宝告上法庭 这个时候施爱珍出马了 施爱珍出面 给巡捕房的探长谈条件 那个探长要一万银元 了解此事 施爱珍很爽快的答应了 探长觉得施爱珍这么爽快答应 有点开价太低了 他觉得后悔了 就加价到了一万二千银元 没想到施爱珍 不是被人随便欺负的 他对探长说 这是你们不漂亮了 我一个钱也不给 宁可打官司 也不塞狗洞 施爱珍玩了一套 釜底抽薪的手段 他找到了死者的老婆 先是赔礼道歉 然后提出来 付给对方一万银元 做赔偿 但是要求出庭时 不要指证 吴四宝 这对死者的老婆 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六年过去了 伤痛也抹平了不少了 打官司 也赔偿不了多少 再加上施爱珍态度诚恳 做事漂亮 还拿出一万银元